据台媒2月15日 台湾传奇歌手刘文正已经去世 享年70岁 刘文正经纪人受访证实 他在去年11月12日因心肌梗 塞促是于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刘文正生于1952年11月 他在9岁时参加歌唱比赛 11岁以童星身份出演电视剧进入演艺圈 在当兵时结识了著名作曲家刘家昌 退役后拜刘家昌为师 在刘家昌推荐下发布第一张专辑诺言 从而开启歌坛之路 自1977年起 刘文正发布闪亮的日子 让我告诉你 乡间的小鹿 外婆的澎湖湾 三月里的小雨 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红遍两岸三地 期间 刘文正参与电影 燃烧吧火鸟 冬天里的一把火 跳跃的爱情 处处文体鸟等 与张爱佳 林青霞 林凤娇等人多次合作 影坛地位在秦汉林之上 八十年代初 刘文正称霸台湾乐坛 连续五年夺得金嗓奖 十大最受欢迎歌星 三度迎下金钟 男歌唱演员奖 在他退影之后依然赢得 华语金曲奖三十年三十人 等美玉 被誉为歌坛 永远的白马王子 刘文正是很多人的伯乐 他创立的唱片公司 一手捧红衣能静 乌启贤 方文林等人 刘文正的招牌形象是戴帽和维维金 他长相斯文 歌喉嘹亮 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 是许多妈妈辈的梦中情人 由他主持的 刘文正时间 创下台湾胜82%的收视率 成为后来者争相模仿的对象 不过 刘文正及刘勇退 1984年退出演艺圈 1991年结束唱片公司 之后定居美国32年 有消息称 刘文正在美国从事房地产事业 眼光独到赚下不少资产 刘文正移民美国的另外 一个原因是他的妈妈年纪大了 他和姐姐在拉斯维加斯照顾老母 退饮多年的他保持锻炼习惯 每天都会去游泳 他删 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疫情关系